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波旋星系附近运行 宇宙最大的星系就是椭圆形星系 它们的形状不起眼 集合了很多非常古老的恒星 形状接近球体和扁平的都有 可以容纳上万亿恒星 大家特别想知道的问题就是宇宙众多星系当中 哪个星系才是最大的 我们见过最大的星系就是被称为IC1101 它距离地球十亿光年 位于巨蛇座 在已知的宇宙中 它是最大的星系 它的直径210万光年 有100万亿颗恒星的质量 它大部分的质量来自神秘的暗物质 IC1101大小是我们银河系的50倍以上 质量是银河系的2000倍 如果把它放在我们银河系的位置上 那么它会吞噬掉大麦哲伦星云 小麦哲伦星云 我们临近的仙女座星系和大脚座星系 IC1101大部分的时间是和其他星系碰撞的 它之所以变得如此庞大 就是在碰撞中合并其他的星系 超过十亿年的岁月 无数个像仙女座和银河系大小的星系 被不断地碰撞合并 形成这个宇宙的巨无化 这个星系 今天已经靠近所有运与恒星的气体 这里缺乏气体和星辰 很少会有新的恒星诞生 剩下的恒星 是那里唯一提供能量的来源 直到它们也被耗尽 透过望远镜 和其他带蓝色的螺旋星系不同 IC1101颜色偏向黄红色 星系的颜色告诉我们 里面恒星有很多的特性 蓝色的星系 是年轻充满活力的 并且不断有恒星诞生 椭圆星系的红黄色 告诉我们那里没有星星诞生 和其他椭圆形星系一样 中星都有一个巨大的黑洞 科学家相信 星系中心黑洞的大小 和星系自己的大小 有着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说 IC1101中心的黑洞 是人类已知宇宙中最大的黑洞 星系的碰撞 合并是宇宙的命脉 每一次合并星系 就有来自星星的种子 星系就会保持活跃和年轻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 那些星系中心的黑洞 会吞噬掉一切遇到的东西 最后只留下外围 即将老死的恒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